大甲媽祖繞境回軟沿途 信眾熱情放鞭炮迎接媽祖 但半路中突然爆發衝突 大批信眾叫班警力相互拉扯 甚至還有男子拿起金爐砸向卵叫 你推我打的局面簡直像是大亂鬥 大甲媽祖繞境最後一天 發生街頭打架事件 情勢卵叫行經大甲區光明露時 一面瓶樑攤老闆喝得醉醺醺 八九封飲藥村叫底 被叫班人員制止後心聲不滿 竟然讓五人拿金爐塑膠 以丟向卵叫爆發衝突 三名涉案人員全數遭押制逮捕 罪朋友直經如同塑膠 以等物欲直向卵叫 條聚眾都妨害公務等罪權 移送偵辦 大甲媽祖回軟跋涉三百四十公里 沒想到插曲布置一樁 在安座前好幾尊迷了祖師神像 先進廟安座 眾人首扶神像入廟 可能因為信眾較少 其中一尊弥勒祖師意外掉落地面 現場信眾嚇一跳 目前弥勒祖師神像 已經順利進廟安座 不過詢問廟方又有一說 疑似是開入法山掉落 不管如何最後還是按照原定 時程進廟安座 現在訊文將轉了 謝仁甄 台中採訪報導 居甸 居甸 居甲 此臨 杜 Sew Turkish 韓